好 感谢Tony跟洪志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解说 不过除了如何面对这临时的查税之外 你是不是还有更多的疑问呢 因为这美国税法真的是万万税 让这好多的华人移民 甚至是为了要避税而挺而走险 结果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误触法网 不但是省不到税 还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 因此东森新闻呢 就跟邓洪律师合作制作了邓洪说法单元 接下来为您解说 在申报大笔现金或是散存现金的时候 可能会触犯的法律问题 美国生活大不同 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和法律形形相关 执法手法 距离力争 邓洪说法就在东森 进行锁定东森美洲新闻 邓洪说法系列报道 你好 我是邓洪律师 以前Money Laundry是联邦法规 根据RICO法案所制定的一系列的法规 在我们法案社区里边的话 是两类案子会常常遇到 第一类里边的话 我们进出美国的时候 带了一万块钱以上的现金 而没有申报 第二类的话是化整为零 structuring的行为 就是说别人给你五万块钱的现金 但是的话你分批 变成六次每一次八九千块钱存进去 这样子可以避免银行的申报要求 这两类行为里边的话 联邦政府都可以没收这资金 同时的话 因为尤其是structuring的部分 可以面临二十年的劳刑的 所以相加的话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真的有钱 尤其是现金带进美国 带出美国的话 如是申报 只要正式合法的 都可以是存进银行里面去 所以千万的话 不要避免这方面的要求 而冒险非违法 缺乏手法距离力争 邓宏说法系列报道 将会在星期六晚间 针对一般商店容易触犯的刑事案件 有更完整的深入报道 敬请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要 所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